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就在言论的第269期内容播出之后 我记得当时有许多来自弯弯的朋友们 都说我玻璃心碎了一地 说我就是在胡说八道 我在那期视频的最后 做了两个小小的预测 这第一点就是中方的报复正在路上 第二那就是欧盟 并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帮助立陶宛 现在也过去了一段时间 那咱们今天就来看看 看看这个大头死变态 到底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这两天发生了许多事情 真的是特别的精彩 要不怎么说看国际政治 有时候比看宫斗剧还过瘾 现在咱们就来一件事一件事的 来替大家好好梳理一下 首先就在12月2日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 以及立陶宛多家媒体报道说 根据立陶宛众多出口商们提供的信息显示 中国海关似乎已经将立陶宛 从报关系统中给移除了 运到中国的货物 现在也没有办法清关了 一家像中国出口木材的立陶宛公司 好不容易千里迢迢的 把货物运到了中国的港口 但是中国海关却遗憾的表示 对不起实在是不能卸货 因为凡是系统里没有的国家 我们全当它不存在 哪拉来的麻烦您再拉回到哪去吧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称 立陶宛外交部现在也证实了这样的情况 立陶宛出口商在中国正面临问题 立陶宛外交部说 该部已获悉立陶宛在中国的产品可能中断 我们正在与立陶宛公司联系 我们正在从中方收集有关限制的信息 我们还就欧盟层面的反应 与欧盟委员会进行了联系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真的都已经笑疯了 我已经快被立陶宛给蠢哭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写加粗的蠢字 尤其是那句 我们还就欧盟层面的反应 与欧盟委员会进行了联系 您各位现在可能不是很明白这句话里的玄机 不要着急 您各位只需要记住有这么件事情 然后往后听就明白了 总而言之 现在的立陶宛就像是一个200斤受了委屈的宝宝 到处哭诉告状求关注 让人看了丝毫生不起任何的怜爱之情 只有厌恶 本来以为自己站立来跟中国政府交涉 质问中方为什么把立陶宛三个字 从海关系统中给删除了 结果中方的回答就一句话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然后立陶宛一脸茫然 感觉智力已经跟不上了 很不甘心 进一步的追问 谁问你一个中国了 我问你是不是把我从系统里删了 对呀 而且这还不是最绝的 就在前天根据欧洲媒体的报道 德国新一任内阁宣布将成立 中欧泛亚货运铁路公司 这家公司将主要负责中欧之间的铁路贸易 按照这家公司现在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 此后欧洲18个国家的货物可以直接抵达中国 这条运输线路将从中国各省份 沿途经过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枢纽 最终进入法国与德国 而法国与德国将作为欧洲的货物集散地 将这些来自于中国的货物发往欧洲各地 在这项规划中还附赠了一个超大的彩蛋 那就是中德两国达成共识 新的货运线路将主动绕过立陶宛 而且这还不算完 好玩的其实还在后面 自从中欧班列开通以来 仅2020年一年 大约就有12000列火车往返于亚欧大陆之间 根据中国铁路集团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10月 中欧班列运送货物达到了121.6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了33% 开型列数以及运量均超过了2020年全年的总量 在去年的前9个月当中 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铁路货运量仅为1980标准箱 而同期中欧班列总运量为79.5万标准箱 两箱这么一比较之后 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货物往来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所以当时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连个正经的京庭站都算不上 但是由于立陶宛国内市场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从去年的9月8日开始 首趟从西安出发直达维尔纽斯的线路 实现了常态化运营 每周开行两列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维尔纽斯才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站点 其实这条线路它并不是独立开设的 而是属于德国快线的一部分 一路上你会经过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立陶宛 加里宁格勒 波兰 然后就是汉堡 现在由于立陶宛执意在作死的小路上开快车 就是想要试一试自己的头到底有多铁 现在每周那两趟直达的列车停了 原本京庭的那些班列 也全部都会绕过维尔纽斯 这样的情况也就意味着 从现在开始 立陶宛那些等着取货的企业们 只能自己前往边境口岸 甚至从其他欧洲国家 自己想办法将那些集装箱运回立陶宛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其实不是从未拥有过 而是你拥有过 然后又失去 那种感觉真的是抓心挠杆的 此前立陶宛外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还公开提到过 他说立陶宛国内有相当一部分日用品 都严重依赖中国制造 以及中欧班列的运输 但是随着中立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这条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所以当时立陶宛政府 就转向了某大国去寻求帮助 你说他卖惨也好 抱眉腿也罢 总而言之 就是立陶宛等小国 热切地期望某大国 能够带着他们这帮小弟 开辟一条新的弹性供应链 只要有了这条弹性供应链 就可以替代中国的位置了 我实在是不明白 为什么有一部分立陶宛的政客 可以蠢到这个地步 如果某大国能有办法 重新传一个绕开中国的供应链 这个贸易战何至于打成今天这个样子 但凡某大国对供应链 有那么一丝丝的办法 何至于今天来求中国 帮他解决自己国内的通胀问题 所以这帮人真的是蠢的撕心裂肺 反正到今天为止 那个传说中的 与某大国合作的弹性供应链 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唯一体现弹性这个词的 就只有这条供应链出现的那个时间 它一直在往后弹 弹得遥遥无期 弹得肝肠寸断 从以上两条新闻来看 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供应链 已经被中方给单方面的切断了 也许从账面上来看 这些贸易的数额都并不大 但疼不疼想必立陶宛政府自己心里是清楚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玩意儿它杀伤力不仅大 而且侮辱性还特别的强 您各位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 一条铁路从我的国土上过境 但是就不停在我这儿 别人的火车别人的货物在我的国家里 进进出出 但是我居然没有说话的权利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但是我一点都不同情立陶宛 你原本想要搞事情 在国际间露个脸 去抱美腿表个忠心 现在出了点小意外 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臀部暴露出来了 那你就受着吧 可能有朋友会问 立陶宛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切断这条铁路呢 答案是他不敢 您各位不妨去数数看 这一路上会经过多少的国家 而这些国家当中又有几个是立陶宛敢去招惹的 开通中欧班列的时候 各国之间都是有默契的 你敢断铁路 那就相当于侵犯到了沿线所有国家的利益 那么换言之 把立陶宛踹出中欧班列这个合作框架 那也得需要沿线主要国家的默许的 好了 我说的再直白一点 这条德国快线的运营 如果没有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默许 甚至是配合 中方能单方面的做出改变吗 是不是瞬间就有了内味 接下来 咱们再来说一说欧盟的态度 在11月21日 立陶宛开始作死之后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欧盟并不认为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 是违反了欧盟的一个中国原则 面对来自于中国持续的威胁性措施 欧盟委员会将一直与立陶宛站在一起 欧盟委员会当时这段话给了不少弯弯的朋友们莫大的底气 觉得欧盟要跟他们站在一起了 我是真的不想泼大家冷水 但是现在这个欧盟委员会 它真的能够代表欧盟吗 就在前几天 我的一个朋友发给了我一条新闻 说法国的国民议会又通过了一条什么什么的关于弯弯的法案 他当时很惊慌 欧洲其他国家要跟立陶宛一起搞事情了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先不要慌 你先去搞清楚这个法国国民议会 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然后再搞清楚这个国民议会 它主要是干什么的 你再慌也不迟嘛 这个法国国民议会说白了 其实就是法国国会的下意愿 上一次他们通过的一条反响特别好的法案 还是关于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 在校内使用手机等可用于互联网通信设备的法案 所以从法理上来说 他们与法国上议院的确都有立法的权利 但是哪些法案该他们立哪些事压根就不该他们管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条特别明确的分界线 因为他们只管立法 立了法之后 有一些事情能不能实施 他们根本管不着 下议院在和平时期插手一国外交 这事不管发生在哪个国家 这种狗血的剧情除了政治作秀以外 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合理的解释了 这个欧洲议会 其实说白了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个东西 它的作用 纯粹就是为了促进欧盟内部的团结 让所有小的会员国都能感受到被尊重 充分表达自己的权利 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某一些小可爱可以借着这个类似于联谊会的组织去绑架欧洲那些大国的利益 最近还有一条新闻非常的有趣 那就是在11月27日 法国与意大利签署了一项合作条约 该条约的倡导者希望能够借此改变欧盟内部的势力平衡 欧盟第二大的法国希望拉拢第三大的陈元国平衡与德国的影响力 说这话的还是某大国的一家比较知名的媒体 对于他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真的表示很诧异 法国拉拢意大利的确是为了要平衡欧盟内部的势力 但绝对不是为了去跟德国搞什么平衡的 他们要平衡的其实是老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势力 明白吗 尤其是那些被某大国影响极深 不断给欧盟制造麻烦的那些新欧洲国家 德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在这份协议里 一方面是因为法德两家他们分工不同 德国专注于欧盟内部的事务 法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堂口之一 他主要负责政治层面的操作 如果德国也参与到这项协议当中 难免会让有些人联想到 在二战当中轴心国的那段不好的回忆 在这方面德国做的一直都非常的谨慎 所以说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法国拉拢了意大利 而是法德联手拉拢了意大利 因为最近某大国玩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通过那几个小可爱 把欧洲绑上了与中俄同时对抗的战车 这极度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我在分析国际新闻的时候 其实从来都不是以中国很强 所以其他国家就必须怎么样怎么样为前提 中国越来越强只是众多变量中的一个 虽然它的权重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眼下它并不足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每次的思考模式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利益交换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怎样做才能够符合对方的利益 这才是最关键的 这一次中国主动切断了与立陶宛之间的供应链 您各位真的只觉得这是中国与德国达成的共识吗 有些话说的太白了就没有意思了 您各位要是有兴趣的话 就把中欧班列的货运图拿出来自己看一看 数一数这条线上到底经过了多少国家 然后再按照他们实际通过这条货运线路的收益 给他们排个名 在这份排名表当中 至少是排名前五的国家都对制裁立陶宛那是点了头的 否则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以这样的面貌呈现出来的 一个小小的立陶宛同时跟中俄叫板 帮某大国在欧盟搞事情 真的是作大死 能源短缺寒冬临近 所有中国制造从货架上慢慢消失 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看看立陶宛要怎么度过这个冬天 那你说欧盟就是想跟中国亲近 不要这么幼稚 恐怕情况未必是这个样子 欧盟追求的是独立是平衡 跟谁都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这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先决条件 而且今天欧盟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利益 它不仅仅是中国庞大的市场 更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 他们看到的是整个亚洲啊 明年1月1日RCEP正式上路 届时RCEP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贸协议 横跨15个国家22亿人口 生产总额超过26兆美元 而欧盟在2020年的GDP也不过就是15.2万亿美元 差不多与中国相当吧 也许从欧盟的角度来说它也并不喜欢RCEP 但是只要你还有理智的话 你就应该明白 你可以选择不喜欢它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无视它 欧盟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想办法融入的 通过中欧班列 然后再通过中国国内的铁路网络 总而言之就是通过铁路将欧亚大陆联系在一起 就在中德宣布将立陶宛 踢出中欧班列这个系统之后的第二天 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中老铁路正式通车了 这条铁路它之所以重要 因为它是泛亚铁路计划当中 一段非常重要的工程 泛亚铁路计划签署于2006年的11月10日 17个亚洲国家将努力建设一个 贯通欧亚大陆的跨州铁路网络 该计划也被称为钢铁丝绸之路 目前泛亚铁路计划当中的东南亚走廊进展顺利 这条铁路从中国的昆明出发 沿途经过老挝泰国马来西亚 最终会到达新加坡 纵贯整个东南亚 以后如果条件允许了 泛亚铁路还可以直接通到台北 让弯弯的年轻人们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广阔 让他们知道生活不只有蓝绿那点苟且 还有适合远方的 如今中老铁路通车 您早上从昆明上火车 傍晚就可以到达老挝万象 这不光是一条铁路啊朋友们 这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啊 现在非常火的盗墓小说 经常会提到一些曾经出现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国度 比方说楼兰古国 在历史上楼兰古国属于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公元前与汉朝关系非常的密切 古籍当中的楼兰古城 曾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乐园 周边是烟波浩渺的罗布泊 茂密的胡杨林 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县 也正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 曾经的楼兰古城经济发达 当地人生活富足 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这个一度繁荣的国家 却突然之间消失了 直到一九零一年楼兰古城的遗迹 才被瑞典的探险家发现 虽然考古学界对楼兰消失的原因有许多的猜想 但是在同时研究了其余那些已经消失的西域古国之后 人们已经清楚的认识到这些国家的兴衰 与古丝绸之路的衰落有着莫大的关系 今天同样的选择其实也摆在了立陶宛等小国的面前 是跟上历史发展的脚步搭上欧亚经济合作的快车 还是自觉于新世纪钢铁思路之外 然后慢慢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没落 希望立陶宛政府能在冷静之后做出正确的判断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各位一定要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订阅下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